阿玛叫关注规矩不是一件轻盛的事 蓝静对马尔汉说着 额娘年纪大了 别累坏了身子 还是请个师父来吧 正好接个回来的时候 关注还跟小七说要学武来这 不如请个既懂规矩 礼数又会功夫的师父来吧 阿玛和额娘只是平常做一些指点也就够了 嗯也好就这么办吧 马尔汉想了想之后点头同意了 不过请师父却不是马上就能成的 总得选个合适的 这几天你就帮着你额娘先教教她 阿玛放心小七会的 关注的事谈完了 太太又想起了十三阿哥的事情 你说你不知道十三阿哥为什么会送你些东西 小七不知道 不过小七倒是跟他说过阿玛寿臣将至的事 他还说他额娘的寿臣也在七月 所以让小七给他额娘也送份礼物 小七就把自己做的那个首饰玩物拿给了他 你做的那些东西怎么能拿着那些东西送给宫中的娘娘啊 太太又急了 马尔汉皱着眉说着 十三阿哥让你给他额娘送礼 他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怕马尔汉生气 也不太好跟他解释自己的心态 所以 兰静并没有说出 是十三阿哥说先由他付银子 之后自己才选了那么多的东西 不过他倒是一直担心着 怕十三阿哥因此会去找马尔汉的毛病 好在马尔汉虽然也是因为猜不出十三阿哥此番举动的用意 而忐忑不安 但却并没有受到什么难为的样子 兰静也就慢慢的放下心来了 至于关注 经过此次居然冲撞了两位阿哥的事 让马尔汉和太太确实认识到了应该进行好好的教育了 这几天 太太就一直的向他灌输着规矩礼数之类的 虽然比起教兰静那会儿要慈祥的多了 但却也是没有因为心软而放弃 太太的教导虽然也让一直不受拘束的关注有些不满 但他真正受罪的生活却是从马尔汉寻来的师父上门之后 在那个师父上门的第一天 太太就一直的心神不宁着 不时的看着外面 阿娘您放心吧 陪在一边的蓝静笑着安慰他 阿玛不是说了吗 这个师父是极好的 一定会好好的教导关注的 话是这么说 我总还是有些不放心 虽然跟你阿玛举荐的人说他是极好的 但是关注毕竟还小 又是一直宠着长大的 我怕一下子教狠了他会受不了的 应该不会的 不是说他之前也教过孩子吗 想来会有分寸的 希望如此吧 也怨我 如果早些教关注就好了 也不会养成他这个性子 怎么能怪额娘呢 关注是咱们家的独苗 宠一些本来也是正常的 只不过因为是在京城 才不得不加小心 小七到底是大了 能为额娘分忧了 上次关注冲撞了阿哥的事 额娘说了你几句 你没怪额娘吧 怎么会呢 蓝静挽着太太的胳膊说着 额娘说小七也是为小七好 本来就是小七没有看好关注 才惹出的祸 经此一事 小七以后一定会小心的 你一直是个懂事的 太太太太不好了 这时李嬷嬷却匆匆地走了进来 怎么了 这么一惊一乍的 太太 那个新来的师父正在打小少爷呢 什么 太太吃了一惊 马上起身来 这还得了 快去看看 额娘别急 我扶您过去 蓝静也忙起身扶着太太 我就说今儿个 一直觉得不对劲呢 没想到还真是出了事 太太一边急着往外走 一边问着李嬷嬷 关注怎么样了 奴才不清楚 奴才见太太不放心 就过去看看情况 没想到正见那个师父在责打小少爷 赵嬷嬷一直拦着也拦不住 奴才见识不好 就赶紧来回太太 快 快去 这还得了 这到底是个什么师父呀 太太一听更急了 关注虽然有自己的院子 但却就在太太的旁边 所以过去的倒也是很快 到了门口之后 只见大门关着 里面却并没有什么动静 太太疑惑地看了一眼李嬷嬷 李嬷嬷却冲着她肯定地点了点头 于是太太下令道 把门打开 跟着一起过来的丫鬟上前去叫门 里面的人听是太太来了 立刻地就把门打开 太太在蓝镜的搀扶下 迈步走了进来 还没等站稳呢 就扑过了一个人 却原来是最初跟着太太 现在跟着关注的赵嬷嬷 太太 您可来了 赵嬷嬷一副看到救星的样子 您再不来 小少爷就要让他折磨死了 胡说什么 太太呵斥了李嬷嬷一句 眼睛看出却也是吃了一惊 只见关注正在院子的正中央扎马步呢 小小的身子一个劲地抖着 胳膊上的红痕表明了确实是挨了打 额娘 关注一看到太太来了 脸上立时落下了泪 身子也软了下来 找 那个师父健壮 马上用手里的竹条敲了过去 关注嫩嫩的小胳膊上 又起了一条的红印 反了 太太一见那个师父 居然当着他的面 还敢再打关柱 气得全身发颤 你居然敢这么做 他也是你能打的吗 来人哪 还不赶快把这个气住的奴才压起来 太太说错了 我可不是你家的奴才 那个师父淡淡的说着 是老爷请我来的 受人之托 终人之事 既然我来了 就一定会把小少爷管好 至于怎么管 太太就不要过问了 你 你这是什么话 关柱是我的儿子 我为什么不能问 关柱别怕 额娘来了 太太脸都气轻了 说着向关柱走了过去 太太请留步 那个师父伸手用竹条 拦住了太太的去路 小少爷还有半个时辰的马步 没有扎完 现在不能打扰 关柱虽然看着太太一脸的委屈 但在那个师父森严的目光注视下 却硬是没敢乱动 你敢拦我 你不过是我们顾来的 哪里敢这么猖狂 来人还不将他给我轰出去 太太 我是老爷请来的 那个师父却对太太的话 一点都不买账 要轰也得老爷来发话 在这个府里 什么事我做不了主 太太更生气了 呵斥着一旁的下人们 我说的话 你们没有听到吗 还不动手 你们要是敢动 别怪我不客气 那个师父环顾着周边 想要往前凑的人们 眼里露出了寒光 额娘 让我来跟这位师父说吧 蓝静见太太气得要晕倒 一边用力地扶住了她 一边对她说着 这时院子里的下人 都是一些丫鬟婆子们 见状自然不敢往前去 蓝静皱了皱眉 她是觉得 关注应该受管教了 她也觉得应该有个言师 但这个师父 似乎也太过了一些 瞅着关注被打成这个样子 蓝静也是有些心疼 而且这个师父的态度方面 也很是有问题 估计阿玛一回来 她的差事就将不保了 不过眼下 还是不能让她在府里 大大出手 还是先将局面 稳定下来再说吧 跟她还有什么可说的 就直接扔出去就是了 太太狠狠地说着 额娘 蓝静小声地 鼓在太太的耳边说着 看她这样子 怕是咱们府里的人 打不过她 不如让女儿先去跟她谈一谈 您好让人 去将阿玛找回来 太太听了蓝静这话 眼神闪了闪 没有再说话了 蓝静叫过了李嬷嬷 来扶着太太 自己则走到 那个师父的面前 冲她行了一礼 这位师父 我是关注的七姐 不知您怎么称呼 不敢 那个师父盲对蓝静 弯腰抱拳的挥礼 再加魏池 姓魏明池 就是魏池敬德的 前两个字 姓魏 还有这个姓吗 蓝静疑惑了一下 又马上将这个问题扔到了一边 接着对那个师父说着 魏师父 我知道您严家管教是为了关注好 可是关注毕竟还小 接着又是头一天开学 若是一下子就把她吓怕了 反倒不好 以我的浅见 还是循序渐进为好 您说呢 西姑娘说的很有道理 魏池对着蓝静的态度倒是很恭敬 在下也是这么认为的 所以今天让小少爷做的只是基本 魏师父是师父 受教关注 我本不应该打扰 蓝静看着关注 枯花的小脸 又转而对魏池说着 但鹅娘年迈 舍地年幼 不知魏师父 可否给我一个薄面 先让他歇一歇 也好让我开导开导他 对吧 魏池想了想 点了点头 就让他暂时的歇一歇 不过这差的半个时辰的马步 却是终归要补上的 那是当然 阿玛既然将关注交由魏师父教导 我自然不会多加干预的 好 魏池向后退了几步 对关注说 既然七姑娘问你求情 就且容你些许片刻 但只是一次下不为例 关注 蓝静赶紧的走上前 蹲下身扶住关注 七姐 关注咧着嘴就要哭 魏池在旁边轻咳了一声 关注立刻的就吓得住了嘴 来 跟七姐到额娘那边去 蓝静牵着关注的小手 要往太太那边去 可是关注站着不动 哭着脸对蓝静说 七姐 我腿毛了 来 七姐抱你 蓝静伸手将关注抱了起来 赵某某赶紧过来 七姑娘 奴才来吧 不要 关注抱紧了蓝静的脖子 没事 我能抱动 蓝静对赵某某笑了笑 关注 这个时候 太太已经在李某某的搀扶下 快步的走了过来 你怎么样 快让鹅娘看看 鹅娘 关注一见太太 眼泪又出来了 身子也轻了过去 关注别动 鹅娘可抱不动你 蓝静让关注啊 争得差一点抱不住她 一边用手按着她的身子 一边冲着太太 试了个眼色 鹅娘 还是先进屋再说吧 好 进屋 太太狠狠地瞪了一眼 魏迟 把这个人看好了 如果小少爷有个什么好歹 我家老爷 可绝不会与你甘休的 小少爷 魏迟 好像没有听到太太的话一样 只是对着关注说 记着 只能歇一会儿 歇完了 还要继续来扎马 鹅娘 关注哭嘻嘻地看着太太 关注不怕 有鹅娘在 太太用怕死 试了试关注脸上的泪 又狠狠地瞪了微吃一眼 走 咱们进屋 走进屋中之后 太太刚一坐下 就急着向蓝静伸出了手 把关注给我 蓝静将关注放在地上 她就跑进了太太的怀里 呜呜地哭着 并且展示着胳膊上的伤 鹅娘 她打我 鹅娘看看 太太也赶忙地 查看着关注的胳膊 李嬷嬷也是在一旁 义愤填膺地说着 这真是太不像话了 就算是请来的师父 也不过是个下人 怎么可以这么打小少爷 就是啊 太太 赵嬷嬷也在一旁狠狠地说 奴才上前去阻拦 还被他给推到了一边去呢 要不是您赶过来 小少爷还不知道会被他折磨成什么样 你去拿药 你去打盆水了 蓝镜顾不得与他们一起去声讨 而是指了两个丫鬟吩咐着 然后走到太太的身边 也去查看着关注的伤情 还好 只是略微有些红肿 看来那个位置下手 还是有些分寸的 不过即便如此 实施体罚 让从现代穿越过来的蓝镜 不太能够接受 只是蓝镜这个时候的心理 却还是隐隐觉得有些不太对 一般来说 到别人府上当教习师傅 跟教书先生差不多 即使在学生顽劣之极的时候 可以动一动戒齿 但却不会像魏池这般的张扬啊 居然连太太都不放在眼里 难道她有什么背景不成 不过蓝镜随即又否认了自己的想法 自己家又不是什么显赫人家 阿玛的官职 在这个权贵满地走的京城 根本就不算什么 也值不当什么有背景的人来注意 更别说 还要专门派个教习师傅来 也许还是这个魏池看不清形势 或是是财傲物吧 蓝镜想想刚才魏池的表现 对这个想法也不太认可 不过她也不愿意在这上面多费心思 反正等着马尔汉回来 一问全都清楚了 再说 这时候 丫鬟已经将药和水都送来了 蓝镜亲自地去拧了个手巾 将关注枯花的小脸给擦干净 又将她胳膊上的伤处洗净 仔细地涂上药膏 还疼吗 等蓝镜处理好了关注的伤口之后 蹲在她的面前 倾触着她的胳膊问着 痛 关注撇着小嘴说着 关注 你要知道 练武本来就是很辛苦的 那我不练了 那可不行 你是阿玛威的儿子 也是满人 即使不练武 公马骑射也是要会的 再说了 你不是还要打败那天 那两个阿哥的侍卫吗 嗯 那 那给我换个师傅 我不跟他练了 好好好 太太开口了 一会儿额娘就叫人 把他给撵出去 咱们换一个师傅 关注 蓝镜看着关注的眼睛说道 练武本来就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就是不挨打 也很辛苦的 不挨打吗 关注 怯怯的问着蓝镜 关注 不用怕 太太赶紧 捂着关注的头 再请师傅来 额娘会吩咐她 不许打你 这下放心了吧 蓝镜看小霸王成了小白菜 心下又好笑 又怜惜 用帕子将她眼角的泪失去 好了 这般哭哭啼啼 可不像男子汉了 我才没哭呢 关注盲用手去擦眼睛 不要乱动 蓝镜赶紧拦住了关注的手 别把脏东西弄到眼睛里 七姐给你擦 关注对你的话倒还是能听得进去 也是你一直照顾她的缘故啊 太太看着蓝镜 小气是姐姐 照顾弟弟不是应该的吗 蓝镜笑着站起身来 却给太太倒了一碗茶 又拿了一块点心递给了关注 折腾了这半天 饿了吧 来 先垫一垫 晚一点七姐给你做好吃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